英安仁诵经解冤 唐朝的时候 有一位掌管经师的经兆尹 名叫英安仁 他的家财富裕 向来侍奉慈门寺的珍重 在隋宫地逸宁元年 有远方客人在英安仁家住宿 开门啊 我回来了 来了来了 一定是老爷的客人回来了 大爷您回来了 咦怎么带了一头驴 嘿嘿 今天顺手牵羊 牵了你这只笨驴 看起来还蛮可口的 华名小鱼 哇哈哈 弹刀 我的天哪 看过 顿驴往哪里跑 不要挣扎了 挖死个驴驴 老爷不好了 客人闯祸了 大青找的 什么是这样慌慌张张的 骑兵老爷 昨天夜里客人掏了一只驴子 在我们的院子里将它宰了吃掉 今天一早就收拾行囊走了 他特别留下这张驴子的皮 说是当做住宿费 啊 竟然在我们家里杀生 真是太过分了 哦 还好只是一只驴子 若是出了人命 就糟糕了 过了几年之后 英安人逐渐淡忘此事 有一天 他因事外出在路上 英安人 请留步 我是地狱的鬼差 明日你的大县张志 我奉命前来通知你 过了午夜止时 准备上路 什么 有没有搞错 嘿嘿嘿 明天见 不可能啊 我不利捐钱 做的功德也不少啊 为何会有如此下场 我不要 英安人越想越害怕 于是快马加鞭的 往慈门寺躲了起来 整天不敢外出 一天的光阴在 英安人的念经声 与牧鱼声中 快速的流失 一晃眼 就来到了一日几时 狗狗们准备的出现在 骑门寺外 各个面目猙獰 手持不同兵器 英安人 英安人 英安人到了 快上路吧 这 这 怎么办 我 我还不想死啊 南 南无观 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都是你多嘴 谁叫你事先偷知他 现在他躲在佛门圣地 千尘诵经 我们无法精神 该如何是好 抱歉 我是新来的菜鸟 搞不清楚状况 害我全新打造 不锈钢的手铐 都排不上用场了 好了 别说了 你们两个赶快回去 禀告阎王爷 我在这里守着 是的 大哥遵命 搬个梯子瞧瞧 看他在搞什么名堂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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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英安人 别再躲了 好汉做事好汉当 几年前 你无故杀死一只驴 这只驴 愤恨不平地在阎王前面 控告你的罪行 杀驴 驴也有冤魂 哎呀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启饼鬼差大人 这位驴兄 是别人到来我家宰杀的 他还将驴皮送给了我 请大人明察秋毫 凡请大人 转告驴兄 事情真相 若他撤回告诉 我愿诚心为驴兄念经超度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嗯 看你所言不假 这样吧 我回去禀报案情 由阎王爷做最后裁定 若是明天 我们没有出现 你就能逃过一劫 哎 哎 哎哟 这位差也真热情 阴安人戒慎恐惧地等了一天 鬼差都没有回来 于是阴安人就为驴送金忏悔回向 也从此全家持戒数时 尽力劝人不要杀身了 终于找到你了 嗯 你是谁 根据调查报告 到处偷驴杀驴吃驴 以引起攻犯 请随我到阴朝一谷 接受审判金罪吧 不要 我不要 救命啊 大圣教义之所以规定 禁绝肉食 纯粹是出于大悲心 想直接或间接利益众生的缘故 这才是佛陀所制戒律的究竟秘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